大家好 我们永宫的梅鱼远近闻迷 有很多网友私信问我 这个梅鱼要怎么做才最好吃 因为我们做梅鱼都是在下半年天气凉快的时候 做好了 用糖尺罐或者布鲤罐把它装起来 一般是要梅制一个月左右 那种梅制出来的梅鱼 才最好吃 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当然这个梅鱼也可以现做现吃 今天我就到市场上买了一条草鱼 接下来就来看看我的做法 一般我们做梅鱼都是用草鱼 因为草鱼 它的脂肪比较多 而且它的肉厚 味道更加鲜美 所以说它是用柠檬的 它是用柠檬的 那我们做梅鱼 它是用柠檬的 它是用柠檬的 我们做梅鱼 去鱼 它是用柠檬的 以后,它是用柠檬的 它就要用柠檬的 这个梅鱼 还不太干净了 这个梅鱼 这是有柠檬的梅鱼 接下来就是放盐 因为这个是现做现吃的 这个时间就不要放太多了 味精 放点五香粉 然后就是白酒 放点姜片 就这样让它腌几个小时 这个鱼腌制了几个小时 现在差不多好了 接下来就是裹上一层 这个辣椒面 裹好辣椒面的鱼块 现在就拿油来煎 就是裹好辣椒面 就是裹好辣椒面 裹好辣椒面 加点啤酒 焖几分钟 裹好辣椒面 出锅 一盆特别美味 监制的鱼腌制 それ以为是裹好辣椒面 为什么能够做了